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子酱 一般来说 鱼子酱通常来自俄罗斯 或者伊朗这样的地方 但在过去几年中 一些世界上品质最好的鱼子酱 开始产自中国 我想了解一下 中国是怎么在这个有利可图的产业里 悄悄崛起的 当然也很好奇 传说中的鱼子酱是什么味道 你拿你那盘接着 你可以直接什么的 少来 对 来一点 建议您第一次品尝这个鱼子 不要去咀嚼 拿你舌尖跟上膛 轻轻给它弄破了 跟我想的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以为会有点腥什么的 但实际上 这并不是 就有点咸香味 而且还 而且还稍微 有点那种海水的味儿 其实有点 因为这一款的级别是最高的 颗粒比较丰满 色泽有点青黄色的 怎么说呢 就是能 就是配合老沫这个风格 您看过这拍电影 眼光灿烂的日子 对 那也是在我们这儿拍的 它只有这种特别 就是说一般人老百姓 就几乎来 全中国第一家西藏品 但是说现在随着这个 人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原先这就是向贵族享受 俄罗斯也就是说这个 可雷姆林宫啊 只有这黄水人员 才能享受这个鱼子 因为它这个价格非常昂贵 物以稀为贵 随着这个大自然破坏的环境 比如比较厉害的话 这个好多这个熊鱼 就已经基本上真的不产了 所以它这个鱼子产量也越来越少 为什么叫黄金 有黄金支撑 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稀有 来自中国的卡路加鱼子酱 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商 它们的产量 大约占全球养殖鱼子酱 总产量的35% 由于过度的捕捞 用于制作鱼子酱的鱼 已经濒临灭绝 今天大部分的鱼子酱 来自人工养殖 我们中国人开始做这个产品呢 其实也就是一二十年的事 那么我们瞄准的市场 说实话是国外 欧洲 欧洲占我们80%的市场 我们国内呢 其实我们是从07年 开始建上海第一个消息中心 那时候很可怜 一年大概也就卖个几十万 而且这些产品都是进到 上海的一些新餐厅 然后但是去年 我们上海卖了大概700多万 北京卖了300万 一年 加在一起 包括我的那个 天猫的卡路加品牌旗舰店 卖了一百万 然后京东卖了五十万 总共国内卖的差不多一千一二百万 虚鱼的属于是亚浪手型鱼类 适合生活在这个水分比较低的地方 就寒冷一点的 对对 稍稍寒冷 亚浪手型鱼类嘛 然后它是比较 年代比较久远 还有这个活化食时撑嘛 然后这边现在这 这养殖规模大概在 32万位 然后3000吨左右 哦 我是不同年龄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养这些鱼 而去去抓那些野生的呢 单纯靠野生资源来供给的话 这个市场的话是 一是无法满足 二这个野生资源越来越匮乏 我们给它转变成人工养殖以后 像应该是对野生 这种资源的一种保护 就因为人工养殖的能供市场以后 而且这个量也非常稳定的在去供应 现在我抱着的就是鱼 俄罗斯鱼 俄罗斯鱼 好好的啊 这它的那个黏液都已经钻在我的衣服上了 用来洗一洗 这条鱼大概有多重啊 嗯 大概35斤左右 35斤 这过去是我能唯一抱得起来的鱼了 都是这鱼子 就是从这个鱼的腹部 对这个 所以像鱼鱼它一般就是产卵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鱼大概是八周岁的时候 八周岁 可以开始有 就开始有子了 对对对 它就成熟了嘛 成熟了 对啊 我们来通过这个检查的方法来判断它有没有成熟 打到规格的鱼 我们给它挑出来 然后那个再送到这个冷嘴基地 就是之前我们养了十几年 就是跟家里的宠物一样 外面每天看着他长大 这肯定是有感情的 他走了 送到家里去宰杀呀干什么 肯定心里面是有一些 就是悲伤的感情 然后但是 反过来 另外一种比较矛盾在那里 又拿去做鱼子匠 又非常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达斯黄呢 它的英文名叫卡路嘎 卡路嘎 卡路嘎也就是我们公司这个选取这个品牌的这个名称 卡路嘎呢 它就是黑龙江的这个最名贵的这一条鱼 达斯黄 然后这个池里的鱼呢是我们99年繁殖的那个鱼苗 那么也是我们公司最早的一波鱼 也是最大的 它现在体长大概要3.5到4米 体重大概在2到300公斤一尾 真的是非常沉的 价值连沉 价值连沉 一条鱼如果把它加工的话 至少相当于一辆Audio A6 30万以上 这个仅仅是我们工厂出去的一个价格 出厂价 到了经销山走 终端锁里要翻5到6倍 那就可能变成一辆法拉利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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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是18万 这一盆18万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我这个三盆已经超远远超过一公斤了应该就得有 这个差不多得有15到20公斤 15到20公斤 所以根本就不是18分之几百万的一个鱼子酱的价值 走到面前 就这三盆 所以说你每天看到这么多的鱼子酱 摆在鱼的面前 就像是不是 你有什么感觉是很多钱吗 我感觉是$1 和黄金 然后这些鱼子酱被采文之后 它会进入到下一个流程 会切 戳 洗 粒 然后再称重 然后加盐 然后再装罐 这个环节等于就是经过清洗的鱼卵 在塞子上铺平 然后工人会用一个专业的镊子和板 把它寻找它那些 仍然残留在里面的一些 包括一些可能有的血块 把它挑干净 然后再进入腌制加工环境 中国的产品要走出国门 我们国家自己的检验检验系统 就有非常严格的把控 我们在这个每一条鱼的身上 都有一个标签 就是它在一身 会有一个声音证号码 然后最终到产品 它有一个调性码 然后中端客户拿到这一挂产品的时候 调性码一扫就会知道 我这个鱼是什么品种 是哪一年出生的鱼苗 它前面几年是在哪里压的 后一年在哪里压的 是哪一天进了加工厂 是谁加工的 是谁负责的包装和物流 就它这一生的故事 我们做到了全程可追溯 这样的话让欧洲 特别是德国人 幸福了 我们来尝一下 顶级的油暗法 按照法国人的要求 是先放在虎口 放在虎口提表 会让它慢慢提一下温 它就相当于红酒先倒开来 先醒一下的概念 就轻轻打那个舌头一顶 然后它那个鱼子一泼之后 那个水就是进到舌头上的时候 那个感觉那个是串鼻子 挺野的 而且有种野的感觉 我觉得中国人一旦推广开的话 特别是土豪的话 肯定选这个 如果你身价上益 我觉得你吃这个没有问题 当你爱上鱼子酱 我觉得你就会选它 我也希望大家都会选它 来 干杯 再干一次杯 行 我喜欢鱼子酱吗 也许吧 不过 要想好好体验它不同的味道 像我吃这点可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 我可不会花这么多功夫在这上面 我觉得 对于大部分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说 鱼子酱的味道并没有那么重要 它也许更像是一种馈赠佳品 虽然卡路加鱼子酱 得到了世界各地米其林餐厅的人口 中国鱼子酱的未来 仍然充满了未知 下一步 他们不仅要取悦大厨 还有更广大的食客 鱼子酱不再是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西汉玩意儿 他已经是中国制造的新成员 然而 想让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中国制造的真锈套药包 可能还得花点时间 也许是中国制造的真锈套药包 也许是中国制造的真锈套药包